进行战略第26讲 来讲一下Blue Ocean Senek 也是南海战略 南海战略最初是由 2005年的时候 是由这两位学者 法国学者和一个韩国学者 在他们的共同著作 Blue Ocean Senek里面提出来 首先提出来一个概念 首先来看一下Blue Ocean 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是Blue Ocean相对的 首先是一个Red Ocean 就是企业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来 不断地改良自己的商品和服务 然后在非常激烈的 像Chimidoro这样一个市场当中 充满了血 像红色的海洋一样 都是血的一个非常残酷的竞争的市场 这个市场就叫做Red Ocean 与之相对的叫Blue Ocean 就是蓝色的海 就是没有竞争者的一个新的市场 或者说还没有诞生 但是在将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未知的可能性的这样一个市场 这个就叫Blue Ocean 应该形容了比较形象的一个说法 一个Red Ocean 一个Blue Ocean 这样学者就认为 与其在这个Red Ocean 其中西九里面 进行一个激烈的斗争 不如去开拓一个新的市场 寻找一个Blue Ocean 寻找一个没有竞争的 一个新的市场 这样一个战略 是Blue Ocean 最主要的一个考验 然后来看一下Blue Ocean 和传统的Kissot Porter提出来的这个竞争战略论 一个区别 根据Porter的竞争战略论 也就是业界构造分析 或者说File Force Model 将这个市场分为 新入归参入者 然后是Kizong Kigio 然后是代替品 然后Kaiti Uriti 这五个要因 分别进行一个分析 然后寻找一个合适的业界 然后最终确立一个 对几下最有利的一个position 有利的位置 这个是竞争战略 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观点 但是根据Blue Ocean 并不是去分析一个 某个具体的 既有的市场或者业界 而是去寻找一个 没有竞争的 是避免竞争的 也就是将这个竞争 最小化 甚至没有无异化 这个是Blue Ocean 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换句话说 也就是Blue Ocean 和Porter的一个 传统的主流的竞争战略论 的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是站在对立面上的 Porter是面 是分析这个竞争的状况 去寻找一个 对自己企业自身来说 一个最有利的位置 而Blue Ocean 是寻找一个 没有竞争的 避免竞争的一个新的市场 这样一个战略的思考方式 然后来看一下Blue Ocean 的特征 首先就是 就是脱离市场 细分化 就是不去进行一个市场细分化 根据Marketing 最基本的一个分析方式 就是STP 首先进行一个 segmentation 市场细分化 然后进行targeting 就是确定目标顾客层 最后positioning 进行一个定位 然后但是根据Blue Ocean 它是不进行一个市场细分化的 就是实际上是以市场全体 为一个分析对象的 也就是说根据以前的Marketing 理论 它是至少 它是以一个 Kizong C9 甚至Kizong C9 的一个部分 某一个细分市场 去作为分析对象 而Blue Ocean Sanak 则是以一个未知的 新的市场 而且并且是 它的全体 作为一个分析对象 这个是两者之间的 一个差别 也是Blue Ocean Sanak 的特征之一 然后第二个特征是 同时追求Savisca和Cost Leadership 或者叫TayCost 低价格 根据Pota的观点 Pota提出来的这个Savisca 和Cost Leadership 这两个 它认为是没有办法同时追求的 如果同时追求的话 就会进行 陷入一个 一个困境当中 叫Stuck in the Middle 就是Chute Han 企业会陷入一个困境 没有办法同时追求 要么只能取其一 要么进行 Savisca Sanak 进行产品的差别化 要么就是追求大量生产 一个低价格贩卖 这个是Pota的主张 但是根据Blue Ocean Sanak Savisca和这个低价格 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也就是说 要对Kaita 要对顾客提供一个 以前没有过的 新的一个价值 通过提供一个新的价值 来降低这个Cost 来Cost 在这个提供一个新的价值的同时 不断降低这个Cost 这个叫 Iまだかすてないカチ 就是以前没有过的 从来没有过的 一个新的价值 这个就叫 其实换句话说 也就是叫Innovation 创新 Blue Ocean Senak 它最主要的主张 其实就是Innovation和它的实用性 还有价格 也就是Cost 等等的一个调和 一个中和 就是不仅要提供新的价值 还要去 追求一个低价格化 然后还提出了一个 Value Innovation的概念 就是有价值的一个创新 就是在不断追求差别化的同时 要实现这个低价格 为了实现这个 同时实现差别化和低价格 就要进行这个Value Innovation 有价值的创新 然后最后来看一下 Blue Ocean Senak 一个提侦 也就是实施的一个办法 首先还是一个现状的分析和理解 如何理解现在的这个市场 然后 或者是去理解一个 去寻找一个新的市场 然后第二个是 制定一个战略的方向性 然后是采取行动 然后是根据这个feedback 根据这个action的一个实践的效果 去进行一个反馈反馈的实践 然后是构建business model 然后是一个soski上面的一个 跨越这个huddle 跨越这个困难困境 然后最后是实行这个战略 这个是七个刚才两位学者 在Blue Ocean Senak 提出这个理论当中 提出来的一个实行的一个提侦 大致可以了解一下 Blue Ocean Senak就到这里